比特幣回落過後會開啟暴跌嗎?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BuyBad是我換過非常好用的交易所 無論從掛單深度、順滑體驗、交易介面都無可挑剔 現在KYC入金100美金 就會立即贈送1000美金價值的比特幣合約倉位 詳細操作呢 你只要點擊下方鏈結 註冊KYC入金100美金 你就可以領取你要多單還是空單 而且是1000美金喔 也就是行情只要往你選擇的方向運行10% 你當時入境100美金就已經翻倍成200美金了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選擇提幣 或者是等等等的 那爆倉也沒關係 你可以把你原本的入境的錢再次提出來 完全不會有任何損失 好 我們回到BitB的盤面上吧 那我們從日線上開始說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現在 我們看一下MACD 我們一直期待的這個金差 感覺他是Around the corner 在轉角 即將來臨了 不過呢 如果說我們把金差的時候 把金差的時機點 就作為做多的入場時機點 他是絕對錯誤的 因為金差死差 他代表的是 趨勢的減弱 而不是趨勢的拐頭 那趨勢的拐頭呢 我們要看的其實是均線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均線 那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金差做多 死差做空 它是個錯誤的用法 其實金差它代表的是 我們下跌的趨勢強度減弱 那死差呢 它代表的是上漲的趨勢強度減弱 而不是拐頭 而不是說我們做多的入場時機點 怎麼說呢 好 那我們這個金差 它會代表什麼 即將的金差 如果金差的話 那就代表著 我們下跌的強度已經開始減弱了 下跌的強度減弱 不代表下跌已經結束了 這句話非常關鍵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像我們前面這個地方 它產生過這種連續的下跌 那如果說 我們在金差的時候去做多 那一定會很慘 比如說在這個位置我們產生了金差 金差 那它大概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我們以日線級別來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它後來呢 哇 它又開啟暴跌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金差 它代表的是 我們前面這一波下跌呢 喔 我們走到這裡已經減弱了 但不代表我們下跌趨勢的結束 因為後面還有一段跌幅 那如果我們再往前看呢 你也可以發現 這個一模一樣的情況 那當然呢 我們這裡講的是金差嘛 死差也是適用的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像這個地方 OK 你可以看到 金差 金差你可以發現 長沒有多少後來就開啟暴跌了 然後這個地方 金差 如果你在這個位置金差的時候去做多的話呢 你可以發現 迎接來的就是一波暴跌 因為它只是代表趨勢強度的減弱 不代表趨勢結束 我們這波趨勢走的還算是 非常順滑的 非常順暢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了金差 那代表著我們有機會做多 做多的前提是什麼呢 至少要產生金差 而且要怎麼樣呢 它不能作為唯一的入場條件 而且我們一定要看到 我們的價位它回穩到 我們27,400美金的支撐之上 回穩到27,400美金之上 而且呢 這個互換它其實跟一個位置是重合的 那如果我們打開EMA Ribbon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其實EMA Ribbon它是非常敏感的一個指標 因為EMA嘛 我們有加全平均過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的當均線 它是在我們指數均線扭帶之下的時候 那其實 價格在線下面 那其實均線立刻就拐頭了 因為它的 靈敏度是非常高的 你可以發現 我們現在價位已經連續好幾天了 都在這個線下面 都在均線下面 那只要我們繼續維持這個情況呢 其實 我們一定會轉變成空投趨勢的 也就是轉變成空投排列 長期的均線在上 短期的均線在下 空投排列的話 那其實盤面就完全走空了 所以 如果我們要轉換成多頭走勢 或者說 盤面要走成對於多頭是有利的 那第一 我們必須站穩到白色線之上 第二 我們必須回到這個均線之上 那你可以發現兩者幾乎是從合的 激進是從合的 基本上我們只要站穩均線 那我們就是站穩在了白色的互換位置上 所以這個位置如果說我們要做多 或者說買入現貨 針對多頭的一些操作的話 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行為的 不然 我就會認為 一定是空投比較有優勢 好 那我們為什麼會說 其實現在啊 它感覺是撐住了對不對 但我會認為它其實是 已經跌破了支撐 只是苟延殘喘的上不去 怎麼說呢 那這個我們就必須 切掉更小級別 我們才能 很詳細的說明啊 OK 我們再切到更小一點的級別 我們把這個互換給畫出來 你可以發現呢 我們在這個位置 有支撐 這個位置支撐 然後阻力阻力阻力 那其實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現在走的這個箱體 這個箱體 內行看熱鬧 外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 內行看門道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箱體 它能解讀的訊息很多 第一個 你可以發現 我們已經測試了上面的支撐 連續三次都上不去 第一次 回落 第二次 要沾上去 結果又回落 第三次 又回落 其實我們已經連續 被拒絕了三次了 那表示我們在此處的壓力 它是有效的 而且 當一個箱體 它在震盪的時候 我們肯定是 想判斷說 它會往上還是往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雙方的強度如何 在上方呢 你可以看到 它觸碰幾次 它觸碰三次 下方呢 觸碰一次 兩次 三次 那我們在前面這個位置 它也算一次 不過它開啟反彈了 那我們上面測試三次 下面測試四次的情況之下 下面測試的次數比較多 那可見 我們下方的支撐呢 是比較弱 是比較弱的 那既然下方的支撐比較弱 我們就越有可能去 往下做跌破 所以這個大家必須得 非常非常小心 如果說往下做跌破的話 那其實我認為 就周期來看 我們確實值得在這個地方 可以入場一張趨勢的空彈 那我們 其實現在空頭的長位 最好的止损就是這裡 如果說 它又回到這個上面來了 那 空頭就務必得出場 目前來看 還是空頭比較具有優勢 那前面這個就是一個破底翻 所以前面這個互換的其實不算 我們應該算的是這一整個箱體 那其實還有一個標準 就是如果說要走多頭 這個趨勢線一定得破 這個趨勢線不破的話 絕對沒有走多頭的機會了 這個趨勢線破了 我們在考慮走多頭的可能性 那其實我們在假日 走的這個量能 是非常非常小的 非常非常萎靡的 而且這一波拉長 可能有些人就追進去了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CME的圖表 你可能會說CME 它在這裡不是有留空檔嗎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個圖表 縱觀歷史來看 它極少極少留下缺口了 極少 非常非常少 尤其我們在大週期上 那你可能會說 小週期上 你上面不是有一個缺口嗎 但在日線上是看不出來的 那如果我們 價位就維持在我們拉長的這個位置 大概在27,200美金左右 那其實跟我們的收盤價 還是有差的 27,200美金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還是有差一小段距離的 那這一段呢 其實就極有可能回補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在假日呢 它又做了一個假動作 它又走了一個假的上漲 立刻又跌回來 雖然說量能很小 我們讀不出什麼資訊 但是我們在假日呢 它又做了一個假動作 或者是有人這樣說 就是 它已經在慢慢收斂了 在慢慢收斂了 怎麼個收斂方式呢 你可以發現我們的高點在降低 1點在抬高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在慢慢收斂了 那我們就等待 這個型態 最後出的方向 我們再做跟隨就好 目前看起來呢 感覺是空頭 稍微具有優勢一些 好 非常感謝各位 等等等等 還有一個很好康的活動 這真的非常非常好康 什麼東西都不用做 你只要分享我的任何一支影片 然後搭配很簡單的短文介紹 到隨便一個閉圈的社群 群組 社團 500人以上 然後 截圖 寄信到這個郵箱 那你就會直接送你一件 白便的上衣 白便的T恤 這真的非常非常難得 什麼都不用做 也不用注冊 不用入金 什麼都不用做 就是分享而已 就是分享 到一個社群裡面 你就可以免費有這個衣服 那海外我們也都有送了 不管你是在馬來西亞 中國大陸 新加坡 甚至美國 之前歐洲 我們全部都有寄過 所以 我們可以保證 一定會送到你的地方 並不只限於台灣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幫我的影片 點贊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拜拜 謝謝 謝謝 沒有 來 開啟小鈴鐺 請 完全 緊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